我听说孙教授是建筑师 不知道他主要是研究 哪方面的建筑啊 你猜 不好意思 建筑啊 我还真是怪好 猜不到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你能猜得出来吗 桥 他这辈子啊 最大的梦想 就是建造一座 自己设计的大桥 不是我自夸 我们家这位啊 对桥梁设计的研究 在国内可是数得着的 当年在欧洲学习的时候 很多设计师事务所都想留他 结果他还是想回国 没想到国内到处都在打仗 根本都没有他施展拳脚的机会 又在说我什么呢 我们才懒得说你呢 怠慢二位了 我先自罚一杯 不用那么客气 继续 继续 孙吾 孙吾 醒醒 真是出阳相喝成这个样子 没关系的 不过好久都没见他 我说不通 可能是你 来 你还可以 奔讯 你还可以 是і团身体 都没有 你又要 我看你 自己都不 sabia compact 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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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先去 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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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煮了蒜莓汤醒酒的 你快去喝点吧 好 我就来 这个怎么能让你来 没事 没事 快吃个蒜莓汤吧 没事 好 没事 发现什么 我看到了一些图纸 什么图纸 黄河大桥的测绘图 黄河大桥 从图上的一些数字 和标记来看 他的测绘工作 才进行到了一半 正如说来 他在断毙计划中的任务 就是这个了 有了 孙教授 他是个桥梁建筑师 这种工作对他来说 架金救手 他们大老远地 把孙教授从南京弄到这来 重新测绘这座桥 目的是什么呢 是啊 这跟断臂计划有什么关系呢 难道他们是想造一座 一模一样的桥 不可能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掩人耳目呢 到底他们有什么 不可靠人的目的呢 我觉得 他们是想在这座桥上做文章 不是造桥 不是 赵桥 处长 有个情况 我想应该让您知道 什么情况 林雄波跟叶淑婷 最近跟孙教授的来往十分密切 我担心这样下去会出问题 情况确切吗 确切 林雄波的身份始终是个疑问 我在想 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的话 那么他一定会想方式 是要把他从孙教授口中 套取断臂计划的内容 可孙教授跟孙太太 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暂时还没有发现 不过我的人 不敢跟他们跟得太紧 所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说了什么做过什么 我就不得而知了 既然他们这么不自觉 那我就只能给他们 省点手段了 你过来 我已经把你们所说的 向组织上做了汇报 目前可以确定 敌人所谓的断臂计划 就是企图在占据不力的情况下 炸毁黄河大桥 以此来阻止国军的进攻 果然是这样 这也是组织上 一直以来考虑的问题 黄河大桥是一座铁路桥 广东平旱铁路 接连南北 他是运从坦克 自重武器 以及战略物资的最佳途径 如果红河大桥被炸毁了 不但会阻断我军的进攻 对将来的战略大决战 也有很大的影响 就是这个道理 他们让孙教授重新测毁 很可能是 要找到最精准的爆炸点 彻底地毁了这座桥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 组织上有指示吗 就四个字 桥 人 都要 桥和人都要 这是什么意思 第一呢 要阻止断壁计划的实施 确保黄河大桥的安全 第二呢 要全力争取孙教授夫妇 也就是说 全力争取他们的意思 是要让他们棄案投名 这场战争啊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 我们一方面要确保 战争最后的胜利 而另一方面 我们要为将来做一些打算 将来的意思是 我说了将来啊 就是当咱们 解放了全中国的时候 解放全中国 我们对孙教授做了深入的调查 他是国内桥梁建筑方面 首屈一指的专家 等到全国都解放了 咱们呀 就需要他这样的建设人才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什么人 你要做什么 别问那么多了 孙教授 若我们走一趟 明儿想要见你 谁要见我 去了你就知道了 我哪儿也不去 如果你敢开枪 外边的守卫 马上就会冲进来 守卫 我怎么没看到什么守卫啊 来人 来人呢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 你的夫人在哪儿吗 你们把她怎么样了 别紧张 你想知道她在哪儿的话 去跟我们走一趟 进来 废处长 阮队长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么晚把孙教授请来 当然是有要事相商了 你抓我老婆干吗 她在哪里 我要见她 孙教授身为党国的军人 应该懂得国事为先的道理吧 有你们这么对待党国同仁的吗 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还望孙教授都多谅解 你们太过分了 你放心 你的夫人我们照顾得很好 等我们谈完了正事 你们就可以见面了 你们先出去吧 是 来 孙教授 请 是 说吧 找我来什么事 眼下战事紧迫 断臂计划随时都可能付出事实 今天请孙教授来 就是想敦促你更好的完成任务 我的工作有什么做得不好吗 需要废处长如此大动干戈 我想孙教授可能是忘记了我们的约法三章了吧 我没忘 关于断臂计划及我的工作内容 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半个字 你没有主动协密 并不代表就可以高枕无忧 据我们的观察 近阶段你们夫妇二人 平凡与外人接触 我是担心 你会不会酒后失言走漏了风声 再或者说 属于防范 给别人以可乘之急 你指的是林雄波夫妇 他可是你们绥靖公署的人哪 所有不在断臂计划范围之内的人 都是我们防范的对象 现在 你应该知道你的失误在哪儿了吧 我也不是搞情报的 怎么可能像你们一样面面俱到 是啊 没错 所以我不怪你 但是从现在开始 你的工作 必须按照我的要求严格执行 事关断臂计划的成败 还望孙教授全力配合 说吧 要我怎么做 很简单 我要求你从现在开始 杜绝与林雄波夫妇 以及一切外人的接触 专心测绘 直指完工 好吧 我答应你 还有一点 为了帮助您更好地完成工作 您的太太暂时由我们代你照顾 我不同意这是胁迫 是绑架 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 这恐怕留不得你 上风有力 目前断臂计划是重中之重 为了顺利地完成这项计划 可以采取一切非常规手段 怎么会有这么混账的命令 我要跟南京通电话 好 我来替你打 来 虞秘书 我是飞思青 我有紧急军务 要向毛长官汇报 毛长官 孙教授要求和您通话 是 毛长官 我是孙武 毛长官 我是孙武 是 怎么了 收听 孙教授家的电话 接通了 好像是被人挂断了 怎么会这样呢 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行 我得去一趟 我陪你去吧 不用了 一切保持常态 你等我消息 嗯 小姐 你不能进去 我是来看朋友的 那也不行 没有绥靖公署的通行证 谁都不能进去 我来探了朋友 还要通行证啊 可笑 这是上头的命令 我们也没办法 什么 孙教授被割离了 除非有绥靖公署的通行证 不然谁都没法进入他们的运所 这肯定是费思青的意思 我现在不能确定 义梅还有孙教授 是不是在里边 我们现在必须要 马上搞清楚他们的下落 这样 我们分头行动 我去打探消息 你继续守在孙教授家门口 看看能不能见到他 或者是义梅 好 我走了 好 ้ 지난 我们不能在里面 你续守护了 糟子 今天要得到 吴隐梅 都不肯定 便宜了 我还有一个个人 我照顾出来 我护护了 他就让他来 乱走啊 跟谁说话呢 没事 倒垃圾呢 好 怎么样 打听到消息了吗 费思欣和软兵心 连夜扣押了宋玉玫 以此为要挟 要求孙教授 断绝和外界的一起来往 闭门赶工 直到完成工作 消息可靠吗 非常可靠 我买通了 软兵心手姐姐一个人 从她那儿得到消息的 看来他们这一次 把事情做到明面上了 费思欣拿宋玉做要挟 还真是抓住了 孙教授的软肋 要策反孙教授 宋玉玫是关键 我们必须尽快地找到她 这件事交给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软兰 软兵 软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你爱吃 你发现了没有 最近在我父亲门口的暗烧 现在全撤离了 我注意到了 今天晚上就已经全部撤掉了 观战来还挺仔细 那当然 这事情啊 事关我岳父的安全 我能不仔细吗 再说了 我还指望有一天假的变成真的呢 什么叫假的变成真的 有些人哪 总是在那儿 揣着明白装糊涂 谁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你说谁啊 收旧书旧报纸了 多多益善 驾马公道 是 收旧书旧报纸了 多多益善 肯定有紧急情况 好 好 好 我见名 还在等什么 走吧 九战 那些那你们来得这么快 带走 你们这一次的行动 早就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 跟你接头的那个人 叫林雄波 代号黑熊 我没有说错吧 再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你虽然对林雄波开了黑枪 但是 他并没有死 所以 你不想说的事情 对比他不愿意开口 如果他真开了口 你再想说 可就来不及了 首先我承认 我就是九战 是那个纠战罗建明 对 就是他 什么时候他是 昨天夜里 罗建明是荆州随经公署 安插在我们内部的特务 我们判断他这次逃跑 肯定会第一时间回到郑州来 初天 你跟龙处长一起审讯过罗建明 如果他真的回到郑州 那我们的身份肯定会暴露 对 所以上级命令你们立即撤离 撤离 我们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呢 马上停止手里所有的任务和行动 剩下的事我来接受 你们应该知道 一旦身份暴露意味着什么 撤离的路线我已经安排好了 明天凌晨三点 我来接应你们离开 初天 叶先生那边事 我已经安排另外一组同事 协助他撤离 放心吧 你怎么办 必须要走吗 必须走 我刚刚解到情报 揪战已经脱离了共产党的控制 逃了出来 看来他在共产党那边 也没落着什么好啊 我在判断 他应该会先逃回郑州 处长 要不要我派人去接应他 接应他 接应他 接应他干什么 这种连共产党都觉得是垃圾的人 我们要他有何用啊 而且上风有令 一旦发现 隔少不论 处长 医务处长 你马上带人去全程搜捕旧站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是 是吧 处长 旧站绝对不能死 只有他知道这个林雄波的底细 也只有他知道 林雄波在上层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当然知道旧站不能死 不过上面的命令 我们还是要执行的嘛 我之所以 让硬币妥去大张旗鼓地搜捕旧站 也是为了稳住林雄波 多免得打草惊蛇 原来是这样 毕竟啊 你马上 暗中去调查旧站的下落 记住 千万不要对人伸张 一定要在印密托之前 把人给我找到 秘密地保护起来 处长放心 我马上就去 去吧 就这么走了 说实话我真有点不感谢 那么多难关我们都传过来 没想到 最后事会坏在这个罗建民身上 叔叔 我想在走之前 再做一次最后的努力 你什么意思 现在这样策犯孙教授夫妇 肯定是来不及了 但是我想把他的测轨图 偷出来 这样的话 以后我们的部队 可以根据这个测轨图 找到报告点拆除炸药 可是我们已经接到 撤退命令了 现在不还有时间吗 接下来的时间 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我们只要在凌晨三点撤退 就不算违抗命令 你让我想一想 舒婷 你不是一直跟我说 要随机应变 随机应变吗 怎么自己到了这单课上 反而婆婆妈妈了呢 好 我跟你一起去 抓紧时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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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把箱子放下 我叫你把箱子放下 孙教授 知道我为什么 没让你摘下面罩吗 因为我知道你是谁 孙教授 我不想让你为难 你应该知道 你自己在做什么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你真的以为 帮国民党炸过来黄河大桥 就能帮他们挽回白局吗 你 你们怎么知道要炸黄河大桥 要想这么知 除非几谋为 孙教授 你现在还有选择的机会 千万不要沦为国民党 对抗全民意志的工具 我只是一个设计师 只会做图 不懂政治 你说你是设计师 可是你现在做的 是一个设计师 该做的事情吗 非自清为了把你留下 甚至绑架了你的太太 为这样的人卖名 你觉得值吗 如果你的妻儿 控制在别人手里 你会怎么做 我知道您有你的苦衷 可是 别说了 你说一千到一万 我也绝对不会拿自己 妻儿的性命 有些仲俩 说你真正在那里 你再说 它们在一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任务都还没完成 就这样一早了之 你真的甘心吗 说不定组织上 会派更适合的人 来接替我们的工作 算了吧 你这到底是在安慰我 还是在安慰你自己啊 你应该最清楚 完成断闭计划这个任务 我们比任何人都合适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 我跟你一样矛盾 那你就应该跟老秦说 把我们留下 知道任务完成吗 远达 你冷静一点 我没法冷静 你不是不知道 对不起啊 是我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我不想跟你吵架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 这一次离开以后 我们可能就要天歌一发 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见面 我们谁都不知道 好了 别说得好像 生理死别似的 即便现在我们要暂时地分开 将来我们也会在一起的 你别忘了 那我们说好的 将来我们要携手 迎接胜利的那一天 不对吗 我也不耐用 所以我打哦 我不用那么点 你一定会发现 更 trivial 向你 身高 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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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会选择 参加这次任务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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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指望有一天 假的变成真的 什么叫假的变成真的 很难聽 包月兰已经被抓了 你随时都肯把包罗 一起等我回这里 那还有 你不走 你觉得我会走吗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爱上你了 我离不开你 都到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儿胡言乐语 这陪子 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我们永远不婚感 我们该走了 我们该走了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庄伟同志 一会儿我把你们送出城之后 大卫和监影的同志一起 把你们安全转移到 我们部队所在的地方 庄伟同志您好 叶书廷同志您好 您好 您好 邓远达同志 怎么了你们 有情事啊 没有 庄伟同志 你是从作战部队过来的吗 是啊 那你快跟我们说一说 前线的战况怎么样了 好消息不断 你们恐怕还不知道吧 就在昨天 我华野战区 已经顺利占领了济南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啊 你们知道打了几天吗 八天 这么快 在这次战役中 我军兼敌四万多人 连国民党绥靖区 司令长官王勇 都已经成为我们的俘虏 现在整个山东 都已经成为了解放区 我觉得郑州也应该快了吧 我猜没准下一个目标 就是郑州 云南你听到了吗 郑州马上就要解放了 郑州是中原地区的战略中阵 是平汉铁路和龙海铁路 的交汇书女 我就要想迅速在华北地区 和国民党展开决战 就必须先拿下郑州 等着吧 郑州现在已经是山雨欲来 很快就会迎来解放的 他们让孙教授重新测绘 很可能是 要找到最精准的爆炸点 彻底地毁了这座桥 这也是组织上 一直以来在考虑的问题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 组织上有指示吗 就四个字 桥 人 都要 桥和人都要 这是什么意思 这场战争啊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 我们一方面 要确保战争最后的生命 而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为将来做一些打算 将来的意思是 我说了将来啊 就是当咱们 解放了全中国的时候 老齐 停车